你看那个过去不是有一个故事吗 这个故事啊 就是平婆索罗王 平婆索罗王大家认识吗 大家知道吗 平婆索罗王大家知道吗 平婆索罗王就是阿瑟瑟王的父亲 在佛陀在世的时候 平婆索罗王他也是一个大户法 印度那个时候大大小小有一百个国家 在那个时候有十六个大国 平婆索罗王其中一个大国 他的统治家是属于一个大国 他对释迦牟尼佛非常的忽耻恭敬 但是他老人家最后死得很惨 他死得很惨 为什么呢 他的儿子阿瑟瑟王 在这个王宫里面有变故 就是造反 把父亲抓来软禁 关在哪里 关在牢狱 而这个牢狱是地下 而且阿瑟瑟王对他的父亲平佛索罗王恨到入骨 非常厌恨 从他小的时候 他就是有这样的 所以尊敬的主义统修大大是什么原因呢 过去生所中的厄运 除了提伯达多给他阿瑟瑟王的调活礼间 最大的因素平佛索罗王 你看 他过去生造了什么样的厄运呢 平佛索罗王年纪已经很大 七下五指 非常的伤脑筋 非常的难过 如果将来他离开这个世间 没有得到这个儿子的话 谁来聚成他的王位呢 所以平佛索罗王呢 去请了那些占卜 占卜就是职业人员 现在我们讲职业人员 这个占卜就是像我们以前讲的 就是巫婆啊 神汉这一类的 所以请这些占卜的大叔来补 我能不能这一身得子 没想到这些占卜大师呢 占卜出来告诉这个平佛索罗王 他说恭喜你 你能够得子 但是要等三年 要等三年啊 而且会来妥待做你的王子 来聚成你的王位 是一位在身上在修行的人 是一个老修行 但是因为他的寿命还有三年 等到他三年结束了 他会来妥胎做你的王子 但是平佛索罗王呢 听到这个消息 高不高兴 很高兴啊 但是平佛索罗王不耐心 不耐烦 我的年纪这么大了 我要等三年 不行 所以啊 学着一个圣子派他的官员 去见这个老修行人 跟这个老修行讲 平佛索罗王 因为这个紧急超级过局 一想要得子 而在这个故事里面 你将来离开这个世间 你会妥胎做平佛索罗王的王子 所以平佛索罗王已经不耐烦 也等不及了 所以在这个圣子里面 就告诉这个老修行人 他说啊 因为皇帝等不及 所以你要自行了断 否则的话 皇帝会拍人把你杀掉 你想一想 当这一句话 这个老修行听了这一句话的时候 心里面怎么想的 非常的厌恨 我原本三年寿命结束 我会妥胎做你的王子 但是用你的态度 你的语言 逼着我左头五路 让我自行了断 那好吧 我将来 我妥胎做你的王子 我要来报仇 用这种的 起了这种的厌恨的念头 而且最后 还没死之前 这老修行告诉他派的人 我会让你的这个王 就是这个平婆Solo王 不得好死 后来自行了断之后 真的妥胎做他的王子 这个老修行人 就是阿瑟士王 所以阿瑟士王把他抓起来 关在这个老运 命令不允许给他食物 不让给他吃饭 让他自行了断 你想一想 如是因 如是果 平婆Solo王 平婆Solo王 以前是怎么样 对待他的 现在回来 他还要怎么样 对待平婆Solo王 所以 阿瑟士王 没有把他 亲自把他杀掉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亲自 把他杀掉 会怕外面人 说想话 所以 让他自行了断 但是 平婆Solo王 有上根 他有上根 突然间想到 佛陀真好 所以祈求佛陀 派目见连 在经上 不是里面有讲过吗 目见连为他开示 最后 平婆Solo王 正我 离开这个世界 你看 平婆Solo王 他是一个护法 是释迦牟尼佛的护法 但是还避免不了 他的业力 为什么 过去生而造了 这种的因 今生受这样的果报 所以尊敬的追同修大德 不要随便跟人家 结恶缘 你跟人家结恶缘 将来 众生会来报复的 你一个动物 你怎么对待他 他就会跟你报复 何况是人 那你想一想 你每一天 有没有在得罪人 真的很恐怖 天天得罪 你不要以为 他是你的儿女 你是我的儿女 你要听我 我是你父亲 你要听话的 你交错了 你已经跟你儿女 接恶缘 江里他会长大报仇 真的 我妹妹有一个大儿子 我妹妹 今年已经十一岁了 他小的时候 我常常来教训他 关在房间 不给他吃饭 不听话 每次回到家里 因为我妹妹 她们住的 跟我们的家距离不远 所以 每次回到家 看到这个儿子这么调皮 把他关起来 关起来 不是给他吃饭 后来 有一天 我妹妹问这个大儿子 你在这个世上最恨的是谁 写无法师 跟我妹妹讲 写无法师 我最恨的就是 我这个 我叫什么叔叔 我最恨的就是他 这个接下来恶言 怎么办 现在我还小 没关系 以后我长大 我会报仇 这一下惨了 你看 小孩子 才几岁而已 真的 尊敬得这位同学 等我以后长大 他体质衰落了 真老了 我要找他麻烦 这一下惨了 所以尊敬的统修大德 我们的人 总有一天会老 对不对 所以 现在你看很多一些儿女 把父母放在哪里 放在老人院 不理不睬的 真的很可怜 我们这个人生 真的好可怜 做父母 时时刻刻都是为儿女 儿女到最大 最后长大以后 有没有为父母 很少了 所以真的 不要跟人家结恶缘 真的 你结了恶缘 将来会有果报 这个果报对我们不好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每一次啊 在念这个大回向 大回向有一段 有一句话 有一句话是什么呢 大家有没有去留意啊 愿我临终无障碍吗 你看我们念佛的人 最怕的就是什么 临终的时候 阴心在就找上门 来障碍你 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障碍你往生到西方 那为什么在这个这一段话 告诉我们临终无障碍 目的就是要你广结善缘 这一段话